好那你找到這一個 如果說很單純的像我們剛剛的 蜜蜂你可能從這邊到這邊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用 它其實有套一個路徑 有套一個路徑 因為這個漸變也可以套路徑 不見得說一定要直線的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直線的怎麼做 我先產生兩個 所以我再拷貝然後再貼上一個 好這樣是不是兩隻了對不對 好我先放後面 那這兩隻我就把它選起來 你到哪裡到這邊有一個漸變有沒有 到物件裡面的漸變 好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產生的 對不對那其實你只要移動 你稍微把圖層打開一下 你可以發現說 漸變本身是變成一個資料夾 變成一個資料夾 裡面它包含了什麼 自動幫你產生一個路徑有沒有 產生一個路徑 然後另外兩隻蜜蜂就在這邊 那所以如果你要編輯 假設我要編輯這一隻的話 我就拉上來 形狀是又跟著改變了 好中間它的那個過程 其實我們再來 就要上到Flash Flash裡面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只要決定第一個點跟最後點中間 它就是都幫你完成 好那你先來試看看 在這邊先複製一個之後 兩個同時選起來有個漸變 叫做製作 這樣就可以了 來畫面還給你 你要變曲線的 那麼你先看你的線要怎麼走 你先畫一下 比如說你要這樣子 好從這邊過來 那當然這個就不用填色了 就只要線段就好了 好 那我現在呢 這兩個 我同時選起來 我現在是把原本它的漸變選起來 對不對 那也把我的路徑選起來 那因為它本來是不是就已經有一個了 所以我現在是不要這個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你看來這邊 一樣是漸變 我要做一個取代 有一個取代的 你把它按一下 你會發現它就跟著走了 因為原本我們這邊 它產生的是直線的路徑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要把它取代掉 取代掉它就會 把剛剛那直線換成你剛剛畫的那一條 OK了齁 來畫面還給你 如果你要後悔的話 這裡到物件 漸變這邊 有一個叫釋放 釋放 那它就恢復原來的 有沒有 它就恢復原來的 那相反的 如果說你只是 因為你看一下中間這個能不能動 中間是 這三個是不是它自動幫你產生的 所以說你這三個就不能動了 比如說你要調整大小啦 方向啦 都不能動 一定是只能針對A點 跟B點 這樣去移動 對不對 因為這兩點的 會決定中間這個怎麼變化 中間怎麼變化 所以假設你 你就是 見面完了 那你要個別調整這裡的話 如果只是路徑 當然我路徑可以編輯 比如說像如果單純編輯路徑的話 可以你點到它 我可以用這個工具對不對 路徑的節點嘛 好那我點到這裡 點到這裡 點到這裡 等一下喔 好你可以個別移動它有沒有 沒有 路徑是可以編輯沒有問題 可是 中間 這個的大小 你是就不能改變 中間這個大小 你沒辦法改變嘛 因為你沒有辦法編輯它 那所以說 如果你是要 個別的去調整 任意移動它的話 你可以到這邊 漸變裡面 我們剛剛的是釋放對不對 就完全沒有了 那你可以做一個叫展開 展開的話就是把 本來它可能好像類似這樣群組一樣對不對 那你展開之後 做個別的就通通都 是獨立的 這個每一個都是一個獨立的 你看一下 它每一個都是群組有沒有 點到它點到它 有沒有每一個都展開來 你就可以針對每一個 下去做個別的調整 好 比如說我這一隻比較大比較小 那你可以 這邊去做調整 這是一種方法 如果你是用了之後 你想要個別調整的話 那如果平常 你只是像這樣子單純的 我可以針對第一隻 第一隻 比如說我現在這樣 我把它轉個方向 如果一開始是向下的 這中間它就會慢慢的轉到這裡 有沒有 因為本來這邊是向下 這邊是向這邊嘛 中間就會有個慢慢漸變的過程 當然大小隻這邊也可以 如果你剛開始比較小隻 它就會由小隻慢慢變大隻 但是這中間都是連動的 我們剛剛講的展開的話是怎麼樣 是直接變成個別 個體戶就對了 好個體戶這樣 好 來畫面還給你囉